夏天呢养死了一颗鸡连锦 特别的不甘心 然后粉丝宝宝推荐了一家 我就又买了一颗 当初的那一颗呢 我是花了26.8 然后听说现在降价了 我这一颗买到手呢 是12.8 这一颗的大小呢 比我之前买的要小很多啊 但是剩在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下面还带了一个小装子啊 虽然不是老装 但是这个比我之前那个没有装子的 应该会好养很多 然后我又拍了一颗群生的冰玫瑰锦 15.8 本来我有一盆小的群生嘛 但是得了燕眉病 现在正在抢救中 所以呢以防万一啊 我还是多准备一颗 这里掉了一个小漂枝 这个小杆子啊太脆了 太嫩 这三个头的状态啊还不错 一会儿修个根上一下盆 昨天我已经把这两颗多肉 修根晾晒过了 今天呢来把它们种上吧 积连锦呢 我还是选择了原来的这个盆子 因为之前那颗呢 在这里面挂掉了 我非常不甘心 我一定要在这个盆子里面 再养活一颗 然后这一盆呢 我用的是二到四颗粒的 精品巧卡土 一般不太好活的 比较焦气的多肉 我都会用精品的土来种 一是发根后 浮盆的速度呢会快一点 养根的效果比较好 有的时候长着长着 这个根呢都从底孔冒出来了 然后它这个空型上色的效果 真的也是挺棒的 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然后这次种的两颗肉肉呢 我没有空气发根 就给它上盆了 因为现在毕竟这个气温 在逐渐凉快了 秋天上盆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 所以我就直接种了 发根也会挺快的 哎呦掉了 然后这颗冰玫瑰锦呢 我用了前两天开箱的 这个极光色的盆子 因为冰玫瑰锦呢 我觉得它养出来以后 这个色彩不是说 特别跳跃的那种 所以我需要一个比较耀眼的盆子来配它 然后这个盆 它的口径相对来说有点大了 我就没舍得用乔卡图 我用了自己的配图 这次这个盆子 为什么选的稍微大一点呢 因为这个冰玫瑰锦 它毕竟是属于博叶系的嘛 如果我用特别小的盆子去养它 就是以往的经验呢 我感觉到如果盆子太小 它喝不饱水 那这个叶片呢 它消耗的速度就非常快 这个杆子呢就会长得很长 所以这次呢 我必须确保它浮盆以后 在每次浇水以后呢 不是说一两天这个盆子就干了 然后就造成这个叶片的消耗 起码让这个薄叶系的多肉呢 能有在三四天的时间 这个盆土是潮湿的 因为毕竟叶片没有什么储水能力啊 它还是需要一些水分的 根系晾晒过 上盆以后放心浇水就可以了 像刚中上的呢 一圈基本上就够了 浮盆期呢 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不要着急 它上盆以后就能恢复很好的状态 如果它们出现底层叶片变软褶皱 然后叶片消耗的情况呢 都是属于正常的表现 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记录一下 它们的浮盆时间吧